2024花蓮太平洋杯自行车挑战 从26号起一年两天 在花蓮盛大登场 所紧凑刺激的团队20公里计时赛 27号登场的是80公里竞赛组 90公里挑战组 以及60公里国中组 总计性超过400人报名参加 单车界年度盛世 2024花蓮太平洋杯自行车挑战赛 27号一早在太平洋公园盛大举行 虽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 但仍然不见选手斗志 也会办成联赛这样子 然后就固定都会来比这样子 每年都会来 对他就是每年有积分这样子 那今天下雨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表现 多少会啊 我有没有信心可以玩赛这样子 一定要玩赛的啊当然啊 今年赛事除了紧凑刺激的团队20公里计时赛 已经在26号圆满落幕 27号登场的是80公里竞赛组 90公里挑战组 以及60公里国中组 吸引43支车队454人赤报名参赛 我们这次活动是我们每年都有举办的花联太平洋杯 那昨天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一站 第一场比赛就是我们的计时赛 我们计时赛是从延辽到跳浪隧道前在折返 那是一个比较短程的计时赛 今天是80公里跟90公里的挑战赛跟竞赛 以及国中组 那今天参加了大概超过300多个人 在这样的天气还是很多喜爱单车的伙伴们 来花联观光来花联参加挑战 还有看这美丽的海岸 花联太平洋杯自行车赛 从2018年首办以来已经迈入第七年 这项活动不仅是花联一大盛事 更是全台及国际自行车爱好者的交流平台 希望每位选手都能在台11线上 尽情享受池城公路的美丽之旅 记者徐立晴花联市报导